非常謝謝蜂冰相公所這次給老人藝術一個機會 把老人家的故事我們盡可能的把它的書寫下來 然後在影像裡面 在文字裡面 都盡可能的去簡單的說 我們不要用太學術的語彙 也不要用太報導式的口氣 我們就平忽直訴了這一本封兵製造 我覺得我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學到母親的編織 以前我小時候的時候 大概我媽媽每次大概凌晨三點多就會起來支部 因為我們是賽德克族 其實都有差不多都差不多我們的文化編譯工資 只是我們長輩教的也許有的都不同 那時候他有跟我講我要不要學 我一口拒絕我沒有興趣 我真的是現在是最大的遺憾 所以當我看到我們封兵箱有這麼多的工藝 這麼多的編織這麼多珍貴文化的傳承 我覺得我應該勢必要去做 彌補我心中那個缺塊的遺憾 所以謝謝你們幫我成就了幫我圓滿了這個遺憾 我真的是要謝謝你們 這本書第一個 他的整個設計跟美學是非常棒的 包括大家剛剛講過 不管是封面的題字 裡面的照片文字 甚至是把用我們自己原住民的主語 介紹我們裡面的工藝師的作品 第二個厲害的是 他在書裡把我們的橫編香蕉絲柱麻編織的編法 用圖文並茂的方式記錄在這本書裡面 我們每一位老師都超過八十歲 四代同堂一起來做編織 請看中間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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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兵站不站 封兵棒不棒 對